陳鑑宜 我覺得泛民主派其實很可憐 一個黃毓民加幾個激進派 將整個泛民綁上戰車 以前黃毓民搞拉布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會獨善其身 走出去不管 但見到他們近來都是參與拉布 這個休會 將它停了去 這種做事差不多每一次開會都出現一次 所以我們會反對這個現職休會的建議 這幾年我們見到整個議會是不似人形 蔣新津拖 大橋拖 現在的法案又拖 公務委員會拖 財委會又拖 什麼都拖 現在不知是誰跟誰鬥 而是他們自己在 什麼規程文 我要求你 要求這裏的議員 不要發出令人厭惡的聲響 誰發出聲響 我相信是來自那邊 我坐到這麼遠都聽到 我認為那邊的議員會覺得很難受 聽到啊聽到啊 主席 我正在發言的時候 有人發出很厭惡的聲響 打響 即是阻止了我發言 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們主席 我想說一下 有些厭惡的聲響去阻撓人發言 我覺得是很討厭的 的確是 過去這幾年我們見到 很多事情都是拖著的 所以我們希望呢 即是市民 也好 我們在座的議員 我們真是想清楚 一個黃毓民 是不是真的要這麼崇拜呢 你 是不是任何事情都要跟著他走呢 我希望你們 不要再跟著他去拉布了 好嗎 麻煩 王國興議員三分鐘 謝謝